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殉情的女子是朝鲜的公主 其他两个是他的侍女 1882年夏天 朝鲜爆发战乱 朝鲜作为清朝数百年的藩属国 自然是向清朝寻求帮助 此时清朝虽然国力衰败内忧外患 但还是为了面子而派出丁汝昌率军帮助朝鲜 袁世凯当时就是丁汝昌的手下 清军到达朝鲜后 用计很轻松就抓捕了叛军 不久后清军撤退 因为袁世凯表现优秀 所以留下来继续帮助朝鲜 朝鲜国王想拉拢清朝 所以就把朝鲜一位公主取配给袁世凯 朝鲜公主和侍女们嫁过来之后 发现袁世凯早已妻妾成群 袁世凯最宠爱的妻子还是风尘女子出身 所以对家中的姨太太们管教十分严格 朝鲜女子常常会有不如意的地方 更是屡遭毒打 袁世凯本人对家里的姨太太们算是温柔体贴 而且袁世凯也不会因为长相和国籍就偏心 对朝鲜女子们也很好 但是袁世凯有个癖好 那就是很在意女子的小脚 因为朝鲜女子不缠足 所以她们三个都不是小脚 袁世凯就令大老婆教三个朝鲜女子用经济中花旦的材寸子来走路 朝鲜女子们的脚磨破了无数次 但令人不解的是袁世凯死后 她的姨太太们各分东西 未有这个朝鲜公主寻情自杀